苏命院10号 紧邻台海的两大战区都有了歼20 而被台媒称为小航母的75型两栖攻击舰1号舰海南舰 已经在南部战区入列 后续舰艇相信也会在东部战区入列 到时台海南海方向的海空兵力将会更上层楼 据荷兰飞航情报网紧急起飞9日报道 一架歼20战机12月8日 在中航工业乘飞所在的成都黄田坝试飞时被发现 外媒的报道称 如果这是真的 意味解放军空军将有第三支航空旅 已经或即将装备这款新战机 紧急起飞的文章宣称 机上序号显示 它隶属南部战区某航空旅 不过 从紧急起飞报道页面中 使用的歼20战机照片中 并不能看到所谓的战机编号 也不能从图中找到文章中提到的具体部队之间的关联 不知道这样的结论外媒是如何得出的 而在外媒报道这一消息之后 就有台湾媒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消息 台湾中时新闻网 10日以歼20是非陆南部战区天力气为题进行了转载 虽然在报道中并没有加入太多评论 只是编译外媒的稿件 但从标题来看 似乎还是对于大陆的相关动向相当关注 看到歼20研制单位正在如火如荼的是非和交付新型战机 我们心里就感到满满的安全感 因为每多交付一架战机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天平就更向我们这边倾斜一点 压垮岛内台独分子心理防线的砝码就又多一分 外部势力妄图干涉台湾问题的底气就少一分